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數據大解碼 我是周凱 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在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九月十四號正式宣布 副首人選就是資深演員賴佩霞之後 這也對檯面上藍綠白三位主帥 分別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另外近期的政壇大事 還包括了新竹市長高洪安 他男友干政的風波 持續延燒了好幾天 到底對誰的影響程度最大呢 其實從網路聲量就可以看出端倪 所以三立網路輿情分析系統 就依據了網友所討論的內容 統計出了各個參選人的聲量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帶大家 來好好的解析 首先從統計分析來看 最近高洪安和李宗廷相關的議題 確實是目前網路上頭的熱門關鍵字 首先我們來看到 如果高洪安這個關鍵字 作用在賴 柯 喉 郭這四個人身上 究竟在聲量佔比上頭 以及影響又是如何呢 從這一份圓筆圖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影響最大的就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的總聲量佔比 是獲得了百分之六十一點三 再來則是郭台銘的百分之十四點三 而我們再進一步來分析 相較之下 高洪安這個關鍵字 對於賴清德還有侯友宜的聲量佔比 分別為一成左右 所以看得出來影響是相對較小的 而因為高洪安現在還是民眾黨籍 所以柯文哲的聲量也連帶受到了影響 用從這份曲線圖來看 九月十三號也就是新竹市府 前文化局長錢康明 當他開始爆料李中庭幹證的這一天 作用在柯文哲的總聲量 是達到了高峰 另外第二波高點 則是出現在九月十五號 高洪安在這一天是錄了一段影片 鞠躬道歉 接著才是九月十九號 民眾黨證實已經暫停了高洪安的黨權 而這個動作也被外界視為民眾黨 正式和高洪安切割 而至於高洪安的爭議 對於檯面上四位參選人來說 又有哪些議題是在網路上投影響最大的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中聲量最高的 就是高洪安在九月十五號的時候 他是強調外界的爆料 都是只需烏有的 而柯文哲這個時候也喊話 他說擔任公職都應該要劃射紅線 這個議題是獲得了兩萬六千多比的聲量 相當的高 而除了高洪安之外呢 郭台銘還有賴佩霞這個組合 同樣也是網路上投的熱門關鍵字 而當郭台銘和賴佩霞 作用在檯面上四個參選人身上的時候 對於郭台銘的總聲量佔比 我們可以看到高達了八成 影響是比較大的 但是對其他的主帥的影響 似乎就比較小 因為是通通都沒有超過一成 雖然郭台銘找來賴佩霞搭檔話題十足 但是如果從曲線圖來看 其實只有在九月十四號 也就是郭台銘正式宣布 郭霞佩的這一天 網路聲量是達到了高點 隔天開始就出現了雪崩式下滑 呈現後繼武力的狀態 而郭霞佩的成型 也連帶了影響賴科侯郭 這四個人在網路中的熱門討論議題 其中比較值得我們關注的 就是九月十四號 當時郭台銘是誇讚賴佩霞 是萬中選一的人選 再來則是藍綠白各個陣營 如何看待郭霞佩這個組合 這份研究資料呢 是由三例網路輿情分析系統所提供的 統計時間是從八月二十號 一直到九月二十號 觀察了上千個網站頻道 而在這裡頭的名次 其實只有反映出網路討論的聲量大小 所以和一般我們常見到的各種民調 是完全不同的 雖然網路聲量高 並不代表支持度也高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在現在這個網路世代 如果沒有聲量 其他可能都免談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數據大解碼 我是周凱 下次再會